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时尚奋权小套我也来了 今天美股三大指数继续回调 美债收益率十年美债上涨了四个基点 TLT的话下跌0.6 看来这头发剪了也没有办法去阻挡 美股下跌的这个态势 今天据我的观察 前两天跌的比较多的一些个股 比如说像特斯拉 今天存在一定程度的空头回补 包括很多ARKK他们所持的一些成分股 今天的跌幅想到说都是比较少或者说微涨 从板块这个角度去看 今天能源板块跌幅最大 但是过去两天能源板块涨幅非常好 比如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一周的走势 负的0.4% 是所有板块走势里面走的第二好 走的第一好的是公共视野 今天除了能源板块之外 跌幅第二大的科技板块 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 有不少声音觉得 那股市可能在10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见底 那当初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是 如果我们去看历史上 那当股市见底完之后的那一波走势 那很多时候都是科技股所带领的那一波涨幅 那但是从10月份的一波反弹里面 我们并没有看出非常明显科技股是领涨 反而科技股的涨幅其实落后于其他的一些个股 或者其他的一些板块 那么因为涨幅最好的都是一些防守性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一些板块和个股 那同时如果我们去看这一列这一列是过去一个月的走势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月初的一个最高点开始回调的这一段走势 那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板块是走的最差 而且这两个板块非常明显 那么第一个是非必需品消费板块 第二个是科技板块 在非必需品消费板块里面 那么成分占的比较大的亚马逊特斯拉NVIDIA 那么其实在我们眼里都是属于科技股 然后在真正的科技板块里面 那么成分占比最大的两只个股是苹果和微软 那所以基本上把这两个板块加一起就是我们说的大科技 那或者说我们再把通讯服务加进去 因为通讯服务里面有啊谷歌和meta 那所以如果我们看到那这几个板块开始领涨 或者说涨幅好于其他板块 那特别是在回调的时候 他的一个回调可能也好于其他板块 那这种走法也许会告诉我们 那股市的底部已经在我们身后 那同理我如果我们去看一个星期的走势 那通讯服务非必需品消费加上科技板块 其实是所有板块里面走的最差的这三个板块 那所以从这段时间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市场的话还是在避险 好吧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我想通过回答昨天两个小伙伴的问题 那稍微再展开去聊一下债券和债券那些etf 那包括背后的一些概念 那然后我们看几条新闻 包括今天高盛他们宣布进行裁员 那最后我们去看一下 市场对于下一个月cpi这个预测 这边数据的话已经出来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对比上个月这一个同比增长的一个预测到底会下跌多少 好吧那在开始今天内容之前 各位ceo记得先点一下你们进行的赞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位ceo的问题 那他说怎么去考量买tlt还是买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那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那首先如果从字面上去解释的话 tlt它是一个etf 那etf就代表它背后有一篮子的美债 而这一篮子的美债 那它的一个到期时间都是在20年以上 那所以这是tlt的一个定义 然后投资级别公司的一个债券 那这边我的一个假设是 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两个投资标的去比的话 那那后者也必须是一个etf 那而且是一个不会到期的etf 就像tlt一样 那所以我在对比的时候 这边我用的是tlt 然后企业债券的话 我用的是lqd 那它代表的是那投资级别企业债券的一个etf 那etf其实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不会到期的etf 一种是会到期的etf 那这边用的tlt和lqd都是不会到期 那会到期的etf和不会到期的etf 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呢 那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那会到期的etf 它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很少会去 那对自己的这一个etf去做一个再平衡 那而不会到期的etf 比如说像tlt和lqd 那etf的管理者是会对这一个etf 一直去做一个再平衡 做再平衡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那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那把这一个etf的一个97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区间之内 那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会到期的etf 那它的一个97其实是在慢慢的缩小 那而不会到期的etf它的一个97基本上是恨定不变 那只会有上下非常小的一个波动 那那tlt的一个97风险在17.4 企业债券lqd的这个97风险在8.3 那这边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97风险 那97风险就是那假设今天那整条利率曲线向上移100个基点 或者向上涨了100个基点就是1% 那么那对于tlt这一个97风险为17.4的这个etf 就会下跌17.4% 那同样的对于lqd来说 那因为它的97风险是8.3 所以lqd那因为利率上升1% 那lqd这个etf它的一个价格就会下跌8.3% 那所以这个etf的97越高 那它的一个波动受到利率的影响就越大 那那回到这个小伙伴的问题 那tlt和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那第一点差别就是 那如果我们去看那tlt和lqd这两个标的的话 这两者97风险是不一样的 一个97风险是17.4 另外一个是8.3 第二个就是那tlt它没有一个利差风险 而lqd的话它是有一个利差风险 那利差风险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企业债券的一个破产风险 那因为tlt里面全是美国国债 那现在市场假设美国国债是无风险 美国政府不会破产 那所以tlt没有这一个破产的风险 而任何的企业债 那它都会有这一个破产的风险 那而这一个破产的风险是反映在这一个利差里面 那所以这是这两个标的之间最大的差别 然后接下去我们看三个情景 第一个情景是如果说经济进入衰退 那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是 那国债的收益率开始下跌 那特别我们这边指的是长期国债的一个收益率 那如果收益率下跌 那tlt这个价格就要往上涨 那但是与此同时如果经济进入衰退的话 那理论上来说企业的这一个利差风险它是要上升的 因为经济进入衰退企业的破产风险就高 那所以就会导致利差上升 那而这个利差上升的话 那lqd这一个etf它的一个价格是会下跌 那所以在第一个简单的假设里面 那tlt的价格是会上升 那而lqd的这一个价格不一定会上升 那因为它有两股相反的力量 国债的收益率下跌会导致lqd的价格上涨 但是利差上升同时会导致lqd的价格下跌 那所以完全取决于这两股力量 哪一股力量更加强大 来决定lqd的价格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 那然后是第二个场景 黑天鹅事件 那其实在黑天鹅事件里面 那基本上这背后的逻辑和衰退是一样 那国债收益率下跌 然后利差上升 那这两者唯一不同的是 那因为现在利率其实是在一个高位 那所以如果出现黑天鹅事件的话 那么国债收益率它下跌的一个空间 会比以前的话要大很多 比如说像18年19年 那因为18年19年 那本身长期国债的收益率 就维持在一个相当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那除非利率跌到负 那不然的话你的一个歧视点在2% 那我们现在说10年每债的一个收益率 那你下跌的空间可能也就是100个基点 150个基点最多了 那但是现在10年每债的收益率 今天收盘在3.88 那如果明天出现一个黑天鹅事件 那其实这一个国债收益率下跌的空间是很大 那但是与此同时 这一个利差上升幅度可能并不能完全抵消 那国债收益率下跌的这个幅度 那所以在这个黑天鹅的一个例子里面 那LQD的这个ETF 反而有可能它的价格也是会上升的 那然后是最后一个情景 那这个情景我假设的是 通胀在下半年继续攀升 或者说上半年因为石油攀升 然后通胀继续攀升 那也就是通胀出现一个反复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完全复刻整个2022年的一个走势 它就是一个股债双杀 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国债收益率非常有可能会继续攀升 那导致TLT的一个价格下跌 那对于企业债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国债收益率上升造成企业债价格下跌 利差也上升 那因为会处于一个紧缩环境 美联储可能要继续加息 那所以同时也会导致LQD的一个价格往下跌 那但我最后还是想强调一次 那我个人觉得不会到期的ETF 其实并不适合个人 并不适合散户 那为什么 那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那理论上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投资这一笔钱 在未来什么时候 在哪个时间点我们会需要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一笔投资 但是未来的这一个97时间 它其实是确定的 那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理论上来说 我们投资这一个标的 它的一个97时间是应该在慢慢的缩小 那么而并不是像这一类ETF 它的一个97时间是不会缩小 那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投资标的 在三年或者五年之后 那其实我们就承受了 那更多的这一个97风险 那所以这类标的 我个人觉得其实机构用的比较多 特别是一些养老基金 那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小伙伴的问题 他说你都只说如果说美联储开始进行降息的话 这些债券的ETF会上涨 但万一美联储它被迫加息 这些买债券的ETF不就是亏了吗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今年到现在为止 整个债券市场就是在下跌 因为美联储无节制的加息 特别是出乎市场意外的这种加息节奏 那么后者非常重要 为什么举个例子 这张图里边 白色这条线是两年期美国国债 蓝色这条线是十年期美国国债 那绿色的这一个框框 我圈出来的一个时间点是12月13日和12月14日 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美联储加息 也就是上一次美联储加息了50个基点 美联储它加的是隔夜利率 但是我们看到那当天两年期美国国债 基本上没有动 十年期美国国债反而是下跌的 为什么 第一点就是美联储加息它加的是隔夜利率 它并不能直接去影响到长期美国国债的一个收益率 比如说十年美债 那两年期美国国债 美联储的一个加息能不能影响到呢 可以影响到 但是这只有当美联储在加息前期的时候 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可以影响到两年期美国国债的一个收益率 那而当我们处在整个加息后半程的时候 那在未来的两年里面 市场其实已经开始pricing什么 已经开始pricing美联储会进行降息 那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14日的时候 美联储宣布加息两年期美国国债基本上完全没有动 那所以我再回到这个问题 如果说美联储被迫加息呢 那如果这个被迫加息现在并不在市场的一个预期之内 那这样的加息节奏是有可能会影响两年期美国国家的一个收益率 那如果说美联储加息的一个节奏都在市场的一个预期之内 那么那即使美联储在下一次会议宣布加息澳事物基点 也并不会影响到两年期美国国家的一个收益率 因为这一个决定已经被市场给pricing 那然后我想纠正一下我昨天视频里面出现的一个口误 那在昨天视频里面我说 那如果我们觉得在未来的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美联储会开始进行降息的话 那相对于tlt97风险比较高的这一个标的来说 那其实一到三年的这一个etf它有没有97风险有 但是这个97风险比tlt小很多 那但是与此同时那他也会受到美联储潜在的一个降息可能会导致这一个etf的一个价格上升 当然这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肯定不会有tlt那么高 那为什么因为你承受的风险低了 那而这个etf的一个标的它是shy 它并不是我昨天说的一个shv 那么然后在我昨天视频里面我还强调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买入债券就是为了去避险的话 那完全没有必要去承担这一个97风险 那最好的一个标的其实是这两者 那么因为这两个标的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97风险 那么同时那么我们又可以享受现在非常高的一个隔夜利率 包括接下去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话 那么这一个加息的一个节奏也会马上就反映在这两个etf里面 那么所以风险最小的是这两个etf 因为它基本没有任何的一个97风险 那么相对来说风险稍微大一点的就是这一个shy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美联储明年或者后年会开始进行降期的话 那么shy是一个可以考虑风险程度比较低的一个etf 那么当然风险最大的就是这个tlt 因为它的一个97风险最大 然后和大家分享昨天一个小伙伴的留言 首先先非常感谢这位小伙伴的留言 那因为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视角 包括现在那当下整个市场环境是怎么样 这条留言我就不全部读 主要我挑几点出来说 他说最近我发现市场上出了许多做airbnb的一个房子 在出售跟auction 我们去回顾一下整个2021年 那么其实去买一个房子做投资 那同时把这个房子作为airbnb给租出去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为什么 那么因为我们本身买房的话 它就是一个加杠杆的一个投资 那除非我们全款去做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个必要 那2021年的时候贷款利率还那么低 那肯定加杠杆去买房 那同时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2021年还享受到了某一部分的一个复苏 那这就导致了airbnb的一个adr的一个价格 每晚的一个住宿价格在一个高位 那包括整个2022年的一个上半年都是这样 那所以从这一笔投资这个角度去出发 那投资者会发现我这笔投资本身房价在上涨 它会有一个capital gain 那同时airbnb的一个adr在上涨 它的一个现金流每个月还在上涨 那但是现在完全出现了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弯 那房价在下跌 那同时那最近我已经收到了很多的一些消息显示 那12月份airbnb的一个房子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好出租 那所以接下去 那如果整个旅游复苏开始放缓的话 那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 包括上一次disney的一个财报 那那接下去airbnb的一个adr非常有可能会见顶 那么adr如果见顶的话那对于投资房产 然后拿去做airbnb的那些投资者来说 那他们需要承受的是房价在下跌 同时他每个月的现金流还在下跌 那所以如果当初他在买入这个房子 时候做的一个假设 那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月现金流的话 那那现在随着复苏放缓 那这一笔账其实已经算不过来了 那这就会出现了这个小伙伴所反映的这个情况 那然后在零售方面他还说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进货价格大幅下降 其中有大概30%左右的价格商品 已经回到了2020年和2021年的水平 那商品价格的一个下跌 其实或多或少已经反映在通胀里面 那包括最重要的两点 新车价格和二手车价格 那二手车价格后者一直在下跌 而新车价格非常有可能在下个月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环比下跌 那最后他还有一个吐槽 他说餐馆方面的话他看到那些涨价的菜单好像没有打算要降回去 那最近一次一家四口出去吃饭都要200到左右 那么在食品这一方面 其实现在价格仍然是在上涨 只是这一个上涨的速度是放缓 但是环比的话仍然是在上涨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高盛首席执行官决定下个月猜员 那现在他们还在认真评估仍然在讨论之中 但是预计裁业人数的话在一月上半月 那体量的话可能在公司所有人员的8%或者4000人 那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裁员幅度 那从银行这个角度来说 那如果银行的业务 越接近于资本市场 那受到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影响就越大 那而相反如果银行的业务 越接近于消费者 那这一类银行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那一是现在的一个消费仍然非常强劲 那特别是在服务行业这一块 那第二点对于这一类银行来说 他们的一个利息差那随着美联储的一个升息 那这一笔收入和盈利也将会非常客观 那我知道有一部分小伙伴都把高盛的一些新闻反着来看 那但是这一条新闻告诉我们 那起码在短时间之内 那整个宏观的环境并不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彭博他们上面 对于下一次通胀的一个预测或者调查 那环比增长分别在0.1和0.2 那同比增长在6.7和5.6分别都比上一个月同比增长下跌了0.4% 那这边只有一点是我现在想说的 那就是如果我们去看12月份的一个油价 那如果说继续下跌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12月份单单油价的一个下跌就会在10% 那所以这一个环比的下跌广义和核心只差了0.1 那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低估了就是这一个广义通胀的一个环比增长 非常有可能是负的 那单单只是因为那么12月份油价的一个下跌 那具体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测 那我们到了1月份的时候 那等一些数据进来之后 那我再会和上个月一样非常详细的带大家去做一个展望 那这边只是彭博他们现在的一个预测和调查 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2022年就快结束 那最近我刚收到一条消息 那对于美国小伙伴 那富途摸摸这一个20股免费股票的一个赠送 那时间的话也将会在12月31日就结束 那所以有这个需求的CEO可以通过我的链接去开户 并且只需要入金1000美金 那在今年年底之前 仍然可以获得20股免费的股票 并且参与这一个抽奖的机会 好吧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睡前养成点赞的好习惯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见